欢迎回来 市族在明天早上四点钟进入四场的关键比赛 全球都在关注 但是您知道吗 在台湾嘉义也有一座 国际族总FIFA认证的标准人工草皮球场 耗资了将近2300万新建 目前是中华女子亚运族鞋的练习场地 一大片绿油油的人工草皮 铺在石英沙和皮乌克里桑 落大的一个球场相当壮观 这可是获得FIFA两颗新认证 耗费近2300万 台湾第一座正式国际标准的人工草皮足球场 要经过世界足重 然后有法国的祭司 然后针对他的球场 他的弹力 还有他的一个平整度 还有他的整个 就是力学的整个数据 然后来做一个取样 以学校的教学 还有训练为主 我们最主要还是配合中华足血 在人工草皮球场上练球 无论是发球控球还是运球 动人随心所欲 最重要的是比较不容易受伤 球员们都相当开心 球可以不会乱跳 而且跑起来很顺 好的球场就不会让我们脚很容易受伤 天然的草皮比较容易跳动 球比较容易跳动 那我们这个 那个什么 人工草皮就会 球在滚动的那个 感觉就不一样 就比较顺 球场平整的话 你想把球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好的话 那相对上来讲 我们那种打球的品质 相对上就会是一种提升 除了无缝科大 是第一座正式合格人工草皮球场 接下来在北部的新庄体育场 府人大学 国立体大 甚至三峡的台北大学 都是人工草皮球场预定地 北部球场规划 同时要结合2017台北 斯大运足球赛 藉由斯大运参赛 开始为台湾男足储备实力 参加国际赛 新唐人亚太电视 猴瑞霞方亚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导